他批啦 這很不溫暖 Hello 大家好 我是道璇 然後這次飾演的是碩哥 Hello 大家好 我是月璇 這次在小光裡面我飾演的是小光 碩哥這個角色 他是一個沒有談過什麼戀愛的臥底警察 我覺得他就是因為沒交過什麼女朋友 所以他在表達情感上面會比較木納 然後比較直接 有時候他的情緒就是會 無形中就會傷到對方的那種 加上他又是警察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他做的事情是比較一板一眼的 他批啦 這很不溫暖 大提果我都不害皮 你都脫衣服了 他最後遇到的小光 一開始只是收留小光 然後到跟小光一步步的接近 然後慢慢的接受他的這個愛 這個角色很難演繹的原因是 我讓他的出場並不是警察 我不想要那麼直白的講 所以不是戲開在警局 然後就是很明確他是警察 而是他其實是臥底 也就是說他是一個本質 要很像警察的人來演 然後我就覺得他那整個 他那樣的愧靠跟他的正直感 非常的像 穿起來啦 你看 老闆娘都在怕到 在這部戲裡面 他是非常壓抑跟很多情感面 是非常糾結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有跟月春刻意的保持在 我希望我們每次可能聊天的過程中都是 聊劇本或者是聊裡面的東西 然後私下我們其實比較 比較接觸的原因是因為我想要在那個狀態裡面 或許那個情感面或許會更接近裡面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你不要丟下我 我只有你了 沒錯 你真的很令人失望 小光呢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單純的一個孩子 因為他已經成年了 但是他在他的心裡面是一個極度缺乏愛 然後很沒有安全感的孩子 所以在這一部片裡面呢 小光他其實是一直在 你別走 尋找愛 然後儘管是從他 因為他是一個性工作者嘛 所以儘管是從他的客人的身上 能夠得到一絲絲一點點的愛 他都會用盡全力的去 去爭取 去渴求這一份愛 他在演藝同志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也是可以有他自己的表現 他是一個在這方面我覺得挺好的 因為這片有非常多的撩 有非常多情色的部分 那他對這樣的演藝是沒有排斥的 所以我覺得他是很自然的流露 因為小光他是熟練於性愛的一個人 但是碩哥不一樣 碩哥是從來 碩哥就是母胎單 他就是從來沒有過談戀愛的經驗 所以會看得出來滿明顯 其實碩哥的動作就是 比較魯莽一點 他會覺得說 當下狀態就是很想要 他很想要 當小光在抓回主權的時候 他就會把這個節奏放 放得比較慢一點 他是在享受這個性愛的過程 碩哥 我們今天要幹嘛 今天想在家看電影 看電影 看哪一部啊 你選好了 那我要看小光 為什麼要看這一部 因為這是我們的故事啊 而且他在一個很特別的平台上講 在哪裡 在嘎嘎烏拉拉 盡情鎖定喔 是 三個月 封謀 是 那一段時間 是 去到我們 封謀 是